当年这里碧波淋漓 但凡你抬眼所见 尽是荷花荷叶 十里寒淡一片锦绣 你是谁啊 那个女孩浑身是伤 那么幼小 当年我就是在那里 第一次遇到她 当时的她全身是伤 是那么瘦弱 那么幼小 可是却有一双 不能动穿人心的眼睛 我当时只当她 是某个婢女的孩子 见她备受摧残 便动了侧隐之心 我走 再高一点 她 之后只要我有时间 我便常常会来这个莲池 来看看她 来陪她一起玩 所以 当初那个女孩 就是伏连 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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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心想 能够让她少受一点折磨 多少能照顾她一点就好 那直到最后 她也没有告诉你她的性命 还有她的经历吗 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对着世界 对她自己 一切都是懵懂的 我那时候也好奇 究竟是在个怎么样的环境下成长 她才会对周遭的一切全然不知 既见君子云狐不移 既见君子云狐不移 风雨萧萧 鸡鸣娇 风雨萧萧 鸡鸣娇 既见君子云狐不抽 既见君子云狐不抽 然而她极聪明 我尝试着教她读书写字 没想到她聪明过人 短短数日间 竟然已经能熟记下诗经的全文 我怎能不欣赏怜悯 你是天权的太子 想要帮她应该不难吧 我当然想帮她 每天看她被打得那么惨 我问她是谁干的她也不说 于是后来我告诉她 说要带她离开玄机 去天权慌张 她不愿意 她愿意 那一天 我在那里等了许久 可她没有出现 丫头 丫头 在哪儿 我要回去了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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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吗 我要回去了 出发的时辰已经到了 我只能离开 我过去哪儿 我回来 对她 我想要带她